是吧 知道什么呀 你是我爸 天哪 快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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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没啊 我说你们这点的什么破玩意儿啊 我们俩吃得相当好啊 是 你这反应有点太严重了 你嫂子田丽怀孕那会儿也没像你这样 恶心死我了 哥 不是每个人的反应都一样的 行 好 对了 轻儿 我觉得你跟张东相处这么长时间了 现在你又这样 是不是你们俩考虑考虑 你看我都难受成这样了 我可没心想那些 少莱 说说你吧 你怎么样 感情生活有什么进展没有啊 一片荒芜啊 我说两个多月了 天天跟佳佳在一起 哪有什么收获啊 佳佳今天早上有点怪啊 妈 她说就是有点私人事务 什么 私人事务意思就是说和你们没关系 别打听 怎么没关系啊 她是咱妹妹 对啊 你平常不是有什么就说什么吗 怎么竟然还保守秘密了 你个小蜆蜜狂 那我也不说 合着要是赵青跟赵红的事你就说了 走 在这儿了啊 那也不一样 那从我出生我就认识她们俩 再说了 赵青和赵红 都看见过我裸体呢 好好好 合着要是佳佳也看过你裸体 你就说了 你太恶心了 赵涛 好好好 那咱们就接着探讨一下裸体这件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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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住 这话题打住 我说 咱们认识夏佳佳 得多长时间了 快一年了吧 差不多 她是咱的妹妹 可是我总觉着 她在这家里和我们就 从前到现在也没有享受过 也没有那种 不是 哪种啊 哪种 就那种 咱们兄弟之间的那种关系 就 你知道吧 就 我明白了 明白了 你啊 还是嫌弃佳佳没见过你裸体 付款买单 付元 没吃完呢 没错 不用不用不用 谢谢啊 我直接问过她 我说赵鹏飞到底是不是我爸 她发誓跟我说赵鹏飞是我爸 结果呢 她不仅骗了我 也骗了你 还骗了赵鹏飞 不是了 佳佳 这里的事很复杂 有什么可复杂的 她根本就是个骗子 她就是个骗子 她连她孩子的爸都不知道是谁 她 她想赵鹏飞是我爸 不就是因为赵鹏飞有钱吗 真傻 我还以为她爱我呢 你妈妈真的很爱你啊 她爱你超过人 她爱个屁 她爱个屁 她就爱她自己 她就爱钱 你能说两句什么吗 你就没什么想说的吗 你怎么想的呀 你不会早就知道了吧 你敢和我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世间人看 我是怀疑 她承认确实有可能 但是因为不一定是 所以我们觉得 你们觉得你们应该 瞒着我 你们不应该告诉我是吗 你们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是吗 怎么想的呀 你二十年没见过我 我是你女儿 你怎么想的呀 怎么想 我又想给你一个解释 可是我不能 因为我知道 在当时我完全不能胜任一个父亲 我居无定所 四处漂泊 你不能跟着那样的我 在那种环境里长大 可是你体会过从小没有父亲的感觉吗 佳佳 你看你现在聪明 漂亮 又很开朗 这些 这些全是你们 别别说了 你就只知道袒护她是吗 你就只知道袒护她是吗 你根本就想象不到 她让我做的那些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你能想象吗 她让我住进林美慧家 让我看见人家家子那么的美好 她还让我觉得 我是那个家里的一员 你知道吗 佳佳 她们家人那么美好 佳佳 你不用舍弃那些 那我怎么做 你告诉我我怎么做 我当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还好好的 我也骗她们 我当什么都没有发生 佳佳 我是你妈交往过最失败的男人 我不是一个好父亲 你应该有一个更好的父亲 你应该过得更幸福 我真的对不起 妈 我知道了 我晚上肯定到 好吧 我这边一堆事呢 先这样好吗 好好好 放心吧 放心吧 拜拜 拜拜 赵总 麻烦您把这个签了 好 夏总今天刚回来 她说晚上要加班 今天晚上 今天恐怕不行 我晚上你就有安排了 你去跟她说一下 好 好吧 好 等一下 那个 你晚上有事吗 没有啊 你有什么安排吗 那你让小菜留下来帮夏总 你陪我出去一趟 好的 你也不问我去干吗 你让我去哪儿 我跟着你就行 你又不会害我 那倒也是 晚上呢是一个基金会的募捐 我妈账了 我得去捧场 你带上账本还有支票 帮我记着点花了多少钱 好 你忙去吧 每次你们都支持 谢谢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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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妈 是非 是 您请 赵磊 佳佳 阿姨 麦拉 佳佳 今天打扮得这么特别啊 谢谢阿姨 妈 你今天很打眼啊 是吗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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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夜子来晚了 路上有点堵啊 来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秘书林的 特别优秀 这是我的家人 你们好 你好 赵洪怎么没来 他今天加班挺忙的 也好 让他们先忙吧 没打吧 最近不打了 估计是打累了 让他们别闹了 本来挺好的 张东 你今天没上班 我是暂时切不了 那咱俩组个联 什么联啊 残联啊 你小心点啊 小脸 赵涛 看见那位女士了吗 她是王太太 一定要夸她年轻 一高兴啊 她能多捐一半 记住了 我知道了 我先过去 娘自己照顾 那事有结果了吧 嗯 还不是我爸 谁啊 艾蕾 你好 好 那就说咱俩还是孽缘是吧 嗯 来 能够拥抱一下 不高兴啊 没有 挺开心的 开心着 说实话 开心 嗯 还得感谢您摆忙之中 来参加我们的晚宴 好 好 那您先自己照顾自己 啊 好 再见 这么郁闷啊 赵总 怎么了 又跟男朋友吵架了 没有 我只是觉得 你的弟妹不是很喜欢我 你太多心了 哪能呢 他们可能是有点认生 等你们混熟了就好了 你们都是八零后应该有共同语言 我那弟弟啊 要是有你一半能干我就知足了 对了 像今天这样的场合 怎么又见嫂子呀 嗨 别提了 我这段时间啊 一顿像样的饭都没吃过 都回娘娘了 是吗 嗯 吵架了 啊 没有 可能是我工作太忙 跟她沟通的时间太少了 嗯 赵总 嗯 您的结婚戒指挺低调的呀 有人家的都是有钻石的 你这是一个宿圈啊 哦 这戒指 当时我买它的时候 第一眼就看上它了 以为这个钻石呢 是镶在里面的 我还记得我跟她说 她就是这颗钻石 是离我最近的那个人 嗓子真幸福 哎 给我看看吧 那不行 没她的同意 我不能随便摘下来 好 别忘了明天把公司 这个月的销售业绩电邮给我 好 去跟他们打招呼 哎 李总 怎么样 还难受吗 只要不提鱼就行 只要一提鱼就恶心 好 不提 那你最近不能去我们餐厅 我们那正搞海鲜特价呢 哎呦 海鲜 哎呦 一提到海鲜 我就更恶心了 哎 你刚才跟赵磊神神秘秘的聊什么呢 没聊什么 就是说点男人之间的事 什么男人之间的事啊 你们俩无非就聊聊什么志愿者啊 义工什么的吧 你别小看人哪 哎 赵磊回来 没跟你聊聊玉树的事啊 没有 他连他怎么受伤的都没有告诉我们 你看 说明这个人不张扬 为什么不张扬呢 他成熟了 哎 他拿什么书买你了 你这么向着他 哎呀 在你心里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呢 话说后来啊 找个时间你跟他好好聊聊 我跟你说 这个年纪的人像他这么认真的真的很少 认真啊 我还没发现 我得好好发现发现 晓晴 你记不记得去年的今天 当然记得了 这一年啊 过得可真快 在这一年里也发生了很多的事 你看啊 如果你一个人来承担这很多的事呢 就会很累很辛苦 现在呢 就可以我们两个人 一起来想 畅东 你别再说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知道你是个负责任的人 我不想成为你的负担 真的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我是想说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我也知道你现在所做的决定 不是你发自内心的 更多的因素 是因为你想负责任 对吗 我不希望你对对我 像对待周恩人那样 因为我觉得这个决定真的很重要 我希望你是发自内心的 心甘情愿 我回来了 肚子好饿啊 有什么吃的吗 带卫 你饿吗 你这个行李 不是为了去摆草集准备的吧 我呀 一个朋友接了一个片子 让我过去帮忙 我就答应了 你要去拍片子 对啊 不是什么大电影 就是一个小片子 我呀 一会儿就坐长途车去 慢着 去多久 这 说不好 好 好歹是个活 是吧 那个 文姐 我还是怀念那种那个 居无定所的那种生活 那样 我挺快乐的那 又来了 你都快乐了二十年了 文姐 你 你别这样 真的 我真的永远不应该相信你 你从来就没有给我一点安全感 文姐 这次回来我见到你真的很高兴了 看到了你的生活 我看到了你的成就 你终于闯出来了 你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突然来去匆匆 这是 是有点突然 你 你生气我也能理解 你觉得我只是生气吗 我对你太失望了 我彻底失望了 你知道吗 行了 你走吧 替我跟佳佳说声再见 慢着 你以后别来找我了 咱们俩别再见面了 你去看你的电影吧 你让我来找到兵器 我去看你 再躲到兵器 你让你拨打扰了 你走开 ok 我会让你拨打扰的 今天晚上回家 好早点休息 这几天可把你给坏了 我还要看文件呢 我姐明天要用 今天 你跟我说那些话 我会考虑的 其实 你跟周月在我心里的位置 完全不一样 况且 现在有你在我身边 已经没有其他人的位置了 好 喝死他 喝死蒜 喝死蒜 好 佳佳 戴薇走了 为什么 她说拍什么鬼片子 什么长途车 笨蛋走就走好了 无所谓啊 反正她只是你的一个过客 佳佳 二十年了 我以为她会变呢 我以为她会改变呢 也许我是傻瓜 也许是我一厢情愿 你小时候多年你舅舅 是啊 郑德这辈子啊 就做了别人影子了 先是你爸 现在是你 咱们可不能亏待你舅舅 妈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好 凡事耐心点 想开些 记住 公司永远不如自己和家人重要 妈 听说您又要装修了 不 不装了 真的啊 真的 放过这房子吧 那天老包问我 您需要什么 我想了想 算了吧 我以前没少折磨这房子 现在我根本不需要这些了 妈 那您现在需要什么 我需要你们 妈 谁啊 谁啊 我是不是来太晚了 我一最早一小时我都先晚 你爸叫起来干吗呀 我知道你没吃饱啊 走 我带你去个地儿 现在啊 就现在 快点 明天早上再吃过去 你别磨叽了 快点走吧 换衣服去 快点 那怎么去啊 你让我开车 我还得开车是吗 嗯 快点 嗯 那你等着我换衣服去 这地儿怎么样 不错 那串怎么样 也不错 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这儿吗 嗯 你看啊 你看啊 整个北京 现在就跟一个钢筋大怪物一样 也就这地儿 还有点紫禁城的样子 嗯 嗯 从一阵儿 咱俩就知道 没有血缘关系那事儿 感觉有点儿变扭 嗯 挺变扭的 嗯 对不起 你稍等一下吧 你把这个拿到二楼去 给我关一下 嗯 对不起 好 那我就尽快联系 我知道了 早 来了 来了 一大早就这么忙啊 是啊 咱们这儿是秘书比老板来得晚啊 所以只好老板自己忙啊 李娜去哪儿了 我哪知道她去哪儿了 你怎么不知道啊 她成天围着你转啊 夏总 您早上吃什么了 跟你开玩笑 您这幽默感都快转上赵磊了 哦 对了 说到赵磊 佳佳说她受伤了 哦 余震的时候可能碰着一下 应该没什么大事 是吗 嗯 不太好 好 谢谢 赵总 对不起 我来晚了 你运气好 现在刚九点整 算你运气好 下次小心一点啊 是 赵总 那你赶快把那个传真帮夏总发一下 好的 赵总 嗯 要不吃早饭吧 我老婆回娘家之后 还真没怎么吃过好的早饭 油饼 哪儿买的 你说你最爱吃油饼 我们家楼下就有卖的 心还挺细的啊 喂 来 去吧 老婆 我在公司呢 啊 是吗 啊 那让儿子跟我说话 彬彬 彬彬 说话 你怎么回来了 我本来想昨天打电话告诉你的 可是后来我想给你一个惊喜 你有过惊喜吗 我太惊喜了 啊 你太好了 我也是 我也是 我刚才吵儿子 我刚才吵儿子 来 过来 嗯 真大个儿 哎呦 喂嘎 天吏 欢迎你回来 夏姨 哎呀 儿子太可爱了 长大了 给我 你好 啊 这是李娜我秘书 嗯 啊 啊 那个 那带儿子看看车 好吧 好 提前体验一下驾驶的乐趣 好啊 看他喜欢哪一款 多高兴 好 喜欢哪一款 儿子喜欢哪一款 咱们就主打哪一款 好吧 那夏总今天不好意思 待会儿我得回家安置他们一下 没问题 好 走了 看车去了 走 赵总 你的电脑 谢谢 你想干什么 夏总 想在这儿做 就别做 不该做的 还有 以后注意点你的着装 OK了 把原来这文件给你覆盖了就行了啊 这样一来 我的所有程序就都没了是吧 我这技术哪儿至于啊 拿来传言属实 你们这些姑娘全都是电脑白痴 怎样啊 你电脑牛腿很了不起啊 不是啊 就是因为你们这些小白痴的存在 我们这些好人才有机会给你们修电脑 不错嘛 看来没少用这招骗女孩啊 什么叫骗 虽然我电脑用得不好 但是我相机玩也不错呀 对 这 这过程啊 而且我还会自己写相片呢 戴维教我的 你都会写相片呢 可不是啊 我屋里就有挂着呢 走 我带你看看 走 我那什么 都那么好了 我先回去了 生了这么好人啊 修完电脑你就要走啊 那是 真讨厌 我 我还想再跟你去干点什么呢 自从上次你带我出去吃完饭以后 我俩都好久没出去了 赵磊 我 我还想变成以前那样 这 不跟以前现在一样吗 挺好的 好什么呀 那你明天有空吗 我再买点快餐 咱俩待到电影院 干嘛又一边吃一边看啊 以前不都这样吗 怎么了你 没有 我 我就是没告诉你 我最近 认识一姑娘 哦 枯木逢春呀 开花了 开花了 谁呀 在哪儿认识的 你不 你不认识 就街边捡的 就 还行 长得挺漂亮的 也挺聪明 玩电脑跟我还挺有的 得得得 反正就为您量身定做的呗 什么时候有机会 大叔还给我见见啊 有机会 来 佳佳 我回来了 阿姨 照理在这儿玩呢 没什么时候 来 阿姨走了 回去吧 好 再见 再见 她怎么走得这么急啊 谁知道 可能现在男的都这样了 佳佳 你这是在做代位吧 这件事啊 我要跟你解释一下 佳佳 这件事上 妈觉得挺对不起你的 代位走后 我们没有任何联系 对于她的走 我没觉得意外 因为我们俩是不可能的 我知道你跟她玩得很好 而且很投缘 妈 你就别再瞎琢磨了 佳佳 你要是愿意 妈愿意多跟你说些我 不用了 我知道了已经够多了 破产托果啊 怎么会这样 怎么这么严重啊 投资失败了 我们把业务拓展到海南 海南是个好地方 只是 我们运气不好 运气不好 运气不好 让楼上的花盆掉下来砸死人 那叫运气不好 把工资给毁了 这可不是运气不好的事 赵红欠多少钱 七千 七 怎么会是这样 怎么会 打电话 给律师 给赵青 你打电话给海南 这生意咱不做了 妈 没用的 能试的我都试过了 你弟弟呢 赵涛怎么说 我没告诉他 我觉得 您应该第一个知道 你不说 该试的都试了吗 可他帮不了我们 你都没问他 问什么 问他能不能把那4S店抵押了 替我们还债 他那4S店刚开了不到半年 这么干是自杀 你是太自负了 不稀罕问他呢 还是拉不下这张脸 妈 你听我说 他不会答应 他也不应该答应 就是赵涛要帮助我们 那个夏文杰他也不会同意的 我干吗要去找他 我这不是自讨没趣吗 赵红 我跟你说 这已经不是你自己的事了 妈 好好好 妈你别着急啊 我马上就过去 你呀也别着急 喝完燕麦粥再走 我不喝了来不及了 瞧你这天哪干什么呢 中午可一块吃饭啊 好 不行 赵红签了一份很糟糕的合同 把我妈都气坏了 我得过去看看 行 有事就忙你的 不就吃顿午饭吗 让你弄得跟拯救地球一样 你呀好好地养你的手吧 养好好不好拯救我的胃 最近啊去快餐吃得我快吐了 对不起啊 那洗衣机那几件衣服 你什么时候帮我洗啊 我都快成你的保护了 等我回来吧 你说话算说 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那你走了以后我能打会儿游戏吗 当然行 你干什么都行啊 那你能亲我一下再走吗 今天你去不去做笔抄啊 我妈说了 等办完公司的事陪我一块去 我陪你们一块去吧 你呀好好养你的手吧 我的小病号 我走了啊 那你查完给我打个电话 知道了 你们 要我们做些什么 我们现在什么都做不了 姐 你知道你这件事做得有多鲁莽啊 可谁能料到避险基金能崩盘 那可是 你就不能事先了解一下公司的情况吗 赵涛 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 妈 不是有用没用的事 至少得弄清楚这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问题出在哪儿我已经说过了 你需要我再说一遍吗 好了好了 现在先谈正事吧 谈吧 这样 你们做这个项目最初的规划是什么 海口做住宅 三亚做旅行 那规模不小啊 那一定签了很多合同来做投资吧 对啊 一开始就申请了贷款 还在海南设了办事处 行了 姐 你就直接告诉我们欠了多少贷款 七千万 七千万 我先声明一下 这不是我个人行为 可这个决策是你做的 对 做决策的事 现在是个烂台词 姐 我们拿不出七千万的陷阱 我就跟您说没戏吧 你先坐下 赵涛 赵涛 我跟你说 我知道你为现在这个4S店所付出的心血 我也目睹了你父亲当年创业时的艰难 你别忘了 没有赵氏集团 就没有你的4S店 李慧姐 你的困境我们非常理解 可是你要知道这个风险太大了 这样吧 你们有没有什么提案可以给我们看看 正在操作 行 尽快给我们看 就这样吧 耽误你时间了 赵宏 好 腿脚还没好力气呢 就满大街上溜达呀 啊 把一碰上怎么办 妈在家吗 那我刚回去 正好 你给我烧两份东西回去 这个是给妈的 这个是给姐的 哎 听见没有 你怎么了 我 没事 好 那个这是给妈的 这是给大哥的 什么给哥的 这是给姐的 对 这是给姐的 我说你这是怎么了你 我有点不对劲 怎么不对劲了 就那天咱们仨不是一起吃顿饭吗 嗯 然后你跟赵涛就说我 瞒着佳佳的事不告诉你们 有吗 我我记不清了 没事没事 有这么一事啊 就前一阵子有几天 就几天 佳佳怀疑她不是咱们的妹妹 她她不是咱妹妹啊 她是她现在是吧 因为她做了一个DNA的检定 可我听她说她怀疑之后呢 怎么说呢 有点纠结 我就 我就纠结她可能不是咱妹妹这件事 你纠结什么呀 你不想要这妹妹 我想 我是说我 我 我 你怎么了你啊 你今天就语无伦次的你 我这么说啊 如果 如果佳佳真的不是咱们的妹妹 我也挺高兴的 哎 你把我搞糊涂了 你高兴什么呀 三十多岁人了还律师呢 我姐你听不懂啊 我喜欢她 什么 你喜欢她 不是不是 我就 就是 就是那么几天 我不就跟你说这事呢吗 赵磊你太恶心了你 你俩会不会都那个了 我去你的我又不是你也出我了 回来回来回来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赶紧离夏佳佳远点 我是我 我天天我躲着她嘛 看她老打电话给我啊 我都开始边瞎话 我说外面有女朋友 行了行了行了 别说了别说了 姐 你说我是个真是个变态啊 你已经给我搞病了 我我我我我 我现在冷静冷静啊 冷静 弟 咱们那个 理智地分析下这个问题 嗯 我觉得你有这种感觉 也算是正常 对吧 也是有理由的 毕竟你们俩不是从小一长大的 你们是长大成人了之后才认识的 对不对 没错 那这个 胡算乱伦吧 换个词 换个词 你干嘛呀我在安慰你呢 再说了 你今天跟我说一声干嘛呀 那不是你问我呢 我也不想跟你说呀 行了行了行了 我不跟你说了 好啊 我自己去找她说 我就把事解释去 绝对不行啊 你这样说会把她吓坏的 弟弟弟弟 淡定 淡定 听解的啊 我我明白你现在的想法 我觉得这是正常的 因为你觉得她不是咱妹妹 所以你有了这种想法 你觉得你喜欢她 因为你困惑了对吗 对 现在你要清楚地知道 她是咱妹妹 所以这种感情绝对不能再想了 一定要收起来 听见没 从现在开始忘掉她 她是我妹妹 她是我亲妹妹 姐姐 那我现在能做点什么 你先把我搞乱了 你现在能做的事情 赶紧把这文件给我送下去 送文件 送文件 来 送文件 这是骂的 这是解的 这是解的 这是骂的 对 对 这是解的 这是骂的 这是解的 我晕 赵红 你痛痛快快地骂我吧 我没那个经历 赵涛他 那边怎么说 他能怎么说 如果我爸还活着的话 看到今天这个样子 他不得气死两回啊 赵红 这全都是我的责任 你不要为我去承担 没那么简单 舅舅 毕竟我是决策人 而且这一切并不是偶然的 这是我自作主张 现在先别说这些了 咱们想办法怎么挺过去吧 是啊 赵红 你让我一人成当吧 你别给你自己 这么大的压力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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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我以为咱俩老死不相往来了 我是来还榨汁机的 这东西虽然好用 但是太难清理了 你妈呢 不知道 出去了吧 我记得 那 您今儿不是有约会吗 没有啊 对 有 他给取消了 那你干嘛不给我打电话 咱俩一块儿看电影去啊 没事 我一个人行 不用陪我 咱俩不都好久没有一起活动了吗 那倒是啊 咱俩 你能正常点吗 我挺正常的呀 那行那你想看什么电影 到那儿再说 走 瞧 这是你的子 等一下 我看能不能再调清楚一点 怎么了 没有测到他儿的心跳 什么意思 您的妊娠恐怕不能再继续了 小青啊 别想那么多了 这又不怪你 大夫不是说了吗 三个月的时候最容易流产 这是正常的 妈 你放心吧 我没事 麻烦你把这件事告诉待会儿吧 我会的 放心吧 我去给你包点糖 歇会儿啊